如何在西域里逆风翻盘 当上大汉皇帝 你穿越了 老爹是附正太子 太爷爷虽然脾气有点暴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可能当一个逍遥皇帝 开开心心 可意外那跟着就来了 你刚出生一个来月 后世宫斗教科书的事件 巫骨之祸爆发 你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时间 人就在大狱里了 我还不到一岁 不到一岁呀 也亏了典狱长秉吉新善 找了两个女球照顾你 要不然呀 只定是活不过周岁 后来你太爷爷又听信了谣言 相信什么长安监狱有天子之气 差点就把不到五岁的你给咔嚓了 得亏是有人劝住了暴躁的老头 后来你太爷爷驾崩 天下震动 你顺利出狱了 也认阻归宗 只不过这皇位呀 已经旁落他人 毕竟你还是个半个孩子 能做的事情只有一样 我他妈直接一个好好学习 接15岁完成终极大事怎么说 本来你选择 皇位这辈子呀 是跟你没啥关系了 那可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你太爷爷抽出的SS2卡 最强辅助霍光 居然把你给弄上皇位了 他甚至还打算 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你 可是年少的你却表示 我过去平位的时候有一把剑 现在十分的想念 你们能帮我找到吗 霍光一下就明白你啥意思 这就是古剑情真 而你是对霍光十分敬佩 不仅没有跟他争权 对其更是十分的倚重 可他的妻子呢 却想要夺权 不仅毒死了你的原配妻子 更是想要谋夺龙椅 可是你却知道霍光死后 你才开始了 对越来越过分的霍家人 开始清算 次次清算 你展露帝王金术 不怒子威 彻底掌握朝政 在委期间 你对内与民休闲 对外重拳出击 让大汉再次伟大 关注石小道 收获更多趣味冷知识